很多人覺得設計只是把東西的外觀做得更漂亮一點 但是其中有一種社會設計 設計師會用他的專業來解決當地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當代藝術館就特別邀請了荷蘭和臺灣的設計師 展出社會設計的相關成果 有設計師就前進非洲利用廢棄的車子和輪胎 為當地的小朋友打造了遊樂場 有一些則是利用竹子跟錫盤他們做出了簡單的地雷探測器 降低居民被炸傷的風險 策展人說社會設計就是設計師表達自己關心土地的方式 大家開心的蕩鞦韆玩悄悄板以及溜滑機 兩位荷蘭設計師前進非洲馬拉威 利用廢棄的車輛和輪胎打造出小孩子的遊樂場 我們一起努力與民主人們 以利用國際貿易經濟的國際貿易 讓我們有很多能力 讓我們感到能夠改變 讓我們看到孩子們開心 在我們製造的機器 或者我們製造的遊樂場 所以我們感到很好的感覺 我認為這是社會設計師的設計師 這兩位設計師還前往尼泊爾 發現當地很多居民因為看不懂文字而吃錯藥 因而開發了新的藥品包裝 好早安 早安 而在戰亂頻繁的烏干達 醫療設施不復使用 所以也推出簡單醫療包 每項社會設計都希望能改善當地人的生活 當地藝術館邀請荷蘭以及台灣設計師 展出這些關心土地和生活的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它可能不一定只存在在某一個領域 而是我覺得它社會設計它有點像是一個行動力 一個關懷 這次我們是以一個設計師的身份 就是說我們用設計的方式 怎麼樣去表現我們對於這些環境 對於人的一些關係 俄蘭藝術家馬蘇德·哈桑尼 利用簡單的竹子搭配吸盤 做成一顆巨大的球體 只要風輕輕一吹就會滾動 重量剛好可以引爆地雷 代替傳統的人工探測 而台灣藝術家曾偉倫則是拆解電器用品 歸類成一個一個元件 民眾可以自由選擇搭配 我覺得這個系統它最重要的重點 其實不只在於說 你可以去做所謂重複套用的動作 那你也不是只能製造一些比較基本的電器 應該說現在市場上寄存電 你可以去製造很多就是市場上沒有的東西 除了科技上的應用發明 還有與環保相關的設計 用蔬果染成的布料 為小鳥設計的住宅 這些設計師用他們的方式 關心我們的土地